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,所以我就以录音的形式直接给大家说一则好消息吧,算得上是好消息了。 在前几天呢,其实就已经传出来中央为了促进消费颁发了什么20条嘛, 那个时候呢,其实就有人猜测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出事情了。 那今天呢,我们已经核实了这个消息,确实习近平已经被公安部的王小洪然后呢,给搞下台了。 然后后面呢,即将要上台的就是胡春华兼任总书记,也就是之前胡锦涛指定的人选。 习近平要下台了,那这个呢是经过核实的,大家可以相信,可能呢这个消息会在过几天的新闻才会播出来。 那我们静观其变。 这个频道呢,因为上个月我自己有些私事要处理,所以就前前后后耽搁了一下,因为自己的心情什么的,然后也休息了一段时间。 那接下来呢,我会继续给大家更新一些内容,还有就是讲解这些历史呀,或者是实证之类的。 那如果说真的换了一个不错的人,比如说就是这个胡春华上台了。 啊,现在就是初定是胡春华上台吗? 那如果说真的是换了一个很好的人,可能后面啊,海外这些新闻呢,他的材料也就没那么多了,不像习近平能给大家提供那么多乐子,对吧? 那我们的习总数据确实也太累了,他确实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 那我接下来呢,会给大家更新更多更好的内容,希望你们可以关注我一下。 如果说你们发现后面,哎,怎么这个博主不靠谱什么,你们也可以再去取关。 但我可以保证的是,我提供的内容呢,绝对是有核实过的。 所以我才会在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,不然我就这么信誓旦旦地说,然后呢,如果说没有发生,后面比如说隔了一个月或者是隔了一周,一周两周,他可能最快就爆出来了嘛。 那如果是假新闻,你们也会取关我,对不对? 那希望呢,大家能够也是和大家做个朋友吧。 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,谢谢大家的关注。 那我们下期到时候再给大家讲解一些内容,谢谢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